小时候的熊孩子行为 以前拍照 来来来 OK 完美啊 现在拍照 完美啊 小时候的我们 小唐东 你的作业呢 我没写 没事 一会儿老师问 我正说忘家里了 小唐东 你怎么没交作业 老师 我写完了 但是忘在家里了 这样 你是个诚实的孩子 老师相信你 这样吧 你先把昨天的作业 补做一份 然后中午回去 再把忘贷的作业 带来给我 下时候的迷惑行为 男生吵架 上午 怪你 下午 那条哪一根 早起你和鸡水 你小子 女生吵架 开学 你这衣服看着显胖啊 是吗 我也觉得不好看 毕业 老给你 三年前开学说我胖 你才胖呢 气我下不息也没还 考验 小时候崩溃的瞬间 当你打开老妈的手机 亮度 二行 字体 二行 电量 二行 音量 通知 后台程序 还有什么 哼 那你敢给老妈 看你的手机吗 小时候的小孩子行为 我的老婆 身高 体重 智商 饭量 脾气 我爱老王 天佬 体重 鸡养 小时候的矫情 小时候 晚上要去客厅室 速度行 壮胆行 聊天行 老爸 干啥 就是这个 那个 干啥 干啥 就是我 这 还有什么 下时候的灵感 套路 都是套路 传说有两个学生 问他们的老师 苏格拉迪 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迪将他俩带到了一块麦田 说了 从头走到尾 只能走一遍 过程中要捡一个最大的麦穗 但是只能捡一次 第一个学生开始了 走了没几步 就看到一个挺大的麦穗 于是他捡了起来 可是走到终点的过程中 他又看到了很多 更大更饱满的麦穗 但是不能再捡了 所以最终他表现得很遗憾 接着另一个学生开始了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 觉得这个也好 那个也不错 总以为后面会有更大的 结果走到终点 空手而归 于是看着这两个学生 苏格拉迪言道 这就是爱情 点赞 评论加关注 收藏堂堂不迷路